时装周生事好大已经开始很久了 这次贝克汉姆带着全家人亮相了时装周 就颜值来说 一家人都是神颜 都怪爸爸妈妈的颜值太高了 所以孩们的颜值想低都难 贝克汉姆全家亮相时装周 小七仙女出没 短大时亮点 一家人的颜值太高了 家子神颜 被称为时尚女王的贝嫂 年年都会带着自己的新作品来时装周上亮相 今年也不例外 她本人今年的穿搭造型也非常的洋气 一改往年的长款礼服裙 今年贝嫂穿得特别利用 西装挂加休闲裤 脚上的很天高 也换成了舒适的低根线 看来今年的贝嫂不打算不得时尚的头筹了呢 老贝带着孩子们一亮相 最小的女儿小七就成为全场的焦点 众所周知小七是全家的小公主 被爸爸哥哥冲着 小七今年的造型可是非常的强眼啊 一头强眼的金发 额头戴了一条漂亮 那亚米风波系列的发带 一件黑色的小风衣挂非常的时髦 整个就是一位可爱的娃 今年的时尚小叫主本了 贝克汉姆果然女儿弄 每个场合都要跟女儿单独来一张合影 不过小七真的是和爸爸长得越来越像的 如今的小儿子也已经13岁了 虽然还在青春期 但是一眼看去未来就会是一个个高腿长的大帅哥 而女儿小七如今已经7岁了 也是愈发的可爱 贝克汉姆则是一身西装亮相 整个过程都牵着女儿的手 真是宠女黄魔眉跑了 贝克汉姆一家颜值都超高的